《琉璃》 稀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下课回到出租屋,进领的破自行车已经停在了楼下。 我进了屋,刚转身准备锁门,腰身就被一只静壮的手臂禁锢住。 荷尔蒙的气息扑面而来,男人将下巴抵在我肩上,捏着我的下巴,强制我抬起头。 灼热而强势的吻,顺势而下。 我招架不住,这太过有侵略性的吻,挣扎着去推身后的人,他才喘着粗气松开我。 一米九的男人,张嘴就是带着委屈的质问。 为什么要推开我?不是昨天说好要补偿我的吗? 小宁说话不算数,很坏,我这才想起来。 昨天半夜,导师打电话让我过去开组会时,我和纪林正在进行一些双人运动。 为了顺利毕业,我推开身上的男人就爬了起来,随口说明晚再补偿他。 这傻子脑子不好,记性倒挺不错。 宝宝,我今天有点累,我正想搪塞过去,整个人就忽然腾空而起。 纪林把我扔到床上,栖身压下。 小宁说过,人要诚实。 纪林干的是苦力活,最不差的就是力气。 这一夜,我差点被折腾死。 早上醒来时,身边位置已经没了熟悉的温度。 吃完纪林留下的早餐,我下了楼去学校。 邻居见了我,纷纷打趣。 小宁呀,你老公真勤快,五点就去买菜做饭,六点就去工地了。 小夫妻,感情就是好。 是啊,看小宁被小李养的,细皮嫩肉的。 我干笑着一一打过招呼,连忙上了公交。 我和纪林不是夫妻,只是纪林都不知道。 因为她是我捡来的,一个失忆的傻子。 正在备战考研的关键时期,我爸突然死了, 还把房子,钱都留给了他儿子。 后妈仗着遗嘱将我赶出了家门。 我一边打零工,一边备考,把自己累到躺了半个月医院。 赚来的那点钱,全交了医药费。 出院时,我身上只剩下三十二块五毛八。 绝望之际,我捡到一个一米九几帅到惨绝人寰的男人。 他什么都不记得,单纯地像一张白纸, 只知道自己名字里有个领字。 于是我和他说,他和我同姓,叫纪林,是我老公。 我们两个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无父无母,顺其自然地结了婚。 我画了个结婚证给他看,这傻子深信不疑。 林元购的老公物超所值,不仅脸好身材好,还立起大会疼老婆。 别人一天搬的砖,他半天就能搬完。 搬一天砖挣的几百块,他自己一分不留,全主动交给我。 邻居都说我找了个能干的老公。 我很赞同,因为纪林不仅白天能干,晚上更能干,深得我心。 到学校后,我在去实验室的路上,被师兄喊住。 说是今晚有个聚会,问我要不要去。 我打算早点回去陪纪林,就找借口拒绝了。 晚上准备回家时,却收到纪林的电话。 男人的声音里带着雀跃。 小宁?我们老板的女儿要请我吃饭呢。 她好漂亮,还说要给我涨工资,涨工资了,我就可以给你买。 和你的漂亮姐姐吃饭去吧。 我气不打一处来,怒火冲天地打断她的话。 刚好我今晚要和师兄师弟出去聚会,我不管你,你也别来打扰我。 漂亮。 她观察得倒是挺仔细。 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冷着脸等她回电话。 五分钟后,这傻子发来一条短信。 小宁,你给我买的西装放到哪里了? 死男人,和别的女人出去吃饭,还要穿我给买的西装。 我霹里啪啦发过去一段话,不知道,你又不是相亲,穿这么好看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那张脸有多勾人吗? 那我穿什么呀? 我还要管自己男人和别的女人约会穿什么? 天理何在? 我摸摸后槽牙,没再搭理她,转身给师兄打电话,让她给我留个位置。 晚上十一点,其他人基本已经醉得差不多了, 只有我兴致缺缺地坐在位置上转着酒杯。 手机依旧毫无动静,遇到新欢,就忘了糟糠期,脑子不好,还能这么渣。 果然,男人只有挂在墙上,才会老实。 越想越气,我猛地站起来,体包就往外走。 道歉,我有事先走了。 什么事啊,这么急,有人拦住我,我一脸杀气地扭回头,让路。 我回去抓奸,要不然我男人跑了,你负责呀。 脑子里全是纪灵手牵白赴美衣纸气使,让我滚的场景。 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委屈。 推开大门时却看见,身穿黑色西装的纪灵,正和一个看起来温婉又柔和的女人,相谈甚欢,嘴角都要裂到耳后跟了。 正巧二人也看到了我,纪灵向我挥挥手,露出一口大白牙。 小宁,我和念珠来接你了。 念珠,呵呵,熟得倒是挺快,我没应声,冷着脸转身就走。 小宁,小宁,纪灵快速追上来,牵住我的手,小心翼翼说。 你怎么了?念珠人很好的,他想和我们交个朋友呢。 我冷笑一声,我没生气呀,看见你能交到新朋友,我高兴还来不及。 纪小姐,你好,我叫林念珠,是阿岭的朋友。 身穿淡黄色长裙的女人,带着笑向我伸出手,眼底却满是势在必得于挑衅。 也就纪灵这个傻子,以为人家想和他做朋友。 我没搭理他们任何一个人,淡淡看了林念珠一眼,然后甩开纪灵的手,转身就走。 小宁,小宁,纪灵急得团团转, 看他林念珠,又看看我,最终还是朝我的方向追了过来。 到家后,无论纪灵说什么,我都不搭理他。 小宁,你理理我好不好? 男人委屈巴巴地蹲在我身边,用额头蹭我的腿撒娇,像只哼哼唧唧的大型犬。 我把腿盘起来,依旧不搭理他。 小宁,纪灵死皮赖脸地窝到我身边,蹭我的头顶侧脸和下巴。 我瞪他,他反倒更加起劲。 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亲上来的。 衣服散落了一地,纪灵垂眼看着我,呼吸急促而紊乱。 汗水坠在他额前的碎发上,脸上的情欲取代了平时的稚气。 他的声音随着动作起起伏伏。 对不起,小宁,我错了,我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这傻子一身牛力气,我连嘴都张不开,生理眼泪都被他撞出来了。 混蛋,我呜咽着,一口咬上他的肩膀。 深夜,我不知是睡了过去,还是晕了过去。 迷迷糊糊中,手掌中紧握着的手指忽然被抽走。 我不安地皱了皱眉,下一秒,又被温柔地亲吻安抚。 耳边朦朦朦朦,响起熟悉的声音。 小宁,钱够了,我可以给你买戒指了,你等我。 不知为何? 凭空中,忽然有一道尖利刺耳的警笛声响起, 将我从梦中惊醒。 我惊魂未定,喘着气望向窗外。 天早就亮了,砰砰砰,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我下了床去开门,邻居阿姨紧紧掐住我的手臂,满脸焦急。 小宁啊,你老公他出车祸了,这会儿正在医院,并未通知书还要。 谁出车祸了? 什么并未通知书? 我茫然地看着邻居阿姨一张一合的嘴巴,耳边只有刺耳的嗡鸣声。 邻居阿姨看着我木然的神情,急切地拽着,我就往外走。 你站在这里哭也没用,赶紧去医院啊。 我抬起手摸了摸脸,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脸湿泪。 季灵在给我买戒指的路上出了车祸,命在旦夕。 这个傻子,我当初随口说了一句想买对婚戒,谁知道他竟然真的放在了心上。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怎么也控制不住地往外流。 医院的消毒水位刺鼻又难闻,天花板上的白赤灯罩在我手里的巨额缴费单上, 头下一圈圈眩影,让我止不住地想呕吐。 我捏着那一张薄薄的纸,胳膊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在墙角蹲了半个钟后,我站起身,快不出了医院大厅。 身后有护士的呼喊声传来, 寄领家属,寄领家属在哪? 为什么还没有缴费? 我低下头,脚步更快。 回到了出租屋,我马上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申请的学校,offer,早就发到了邮箱。 一开始,我是想带着寄领一起出国的, 可现在,一个傻子而已, 难道我要为了他放弃自己的学业, 背上沉重的债务,代替我即将走向光明人生吗? 可踏出房门那一刻,我还是去银行把传的所有学费都转进了同一张卡里。 钱不够,我就爱个给自己朋友打电话借。 一个接一个,打了整整一夜。 甚至第二天,不惜去借高利贷。 终于,在凑齐了这23万之后, 我急冲冲赶往医院。 路过广场时, 却看到正放映新闻的大屏幕中, 女记者专业的播音声忽然传进我的耳中。 失踪多日的陪侍继承人安全归家, 陪侍股价因此持续上涨。 我脚步一顿,下意识望向屏幕。 画面中,被众人围在中间的男人五官伶俐, 面容冷翘,一双霞眸幽暗深沉。 只是淡淡扫一眼嘈杂的记者, 下一秒,就无人再敢作声。 他神色平淡,随手拿起一个话筒, 嗓音冷烈。 记宁,给你两天时间,自己来找我。 陪侍太子爷全程寻找一个叫记宁的女人的消息已经放出, 所有人都在猜测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爱恨纠葛。 凡是知道我和陪领过去的人, 几乎要把我的电话打爆。 邻居也都敲门来问, 我把手机关机, 反锁好门窗, 坐在狭小昏暗的出租屋里,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玩到大人物了。 没有人不知道, 精泪鼎鼎有名的陪家独子, 狠心冷力, 却十分痴情。 二十三年来, 除了他那位从小就定下来的未婚妻, 没别的女人能靠近他半分。 他那位未婚妻, 早年出国养病后, 陪领就深入浅出, 为其守身如玉近五年。 人人都说陪家太子爷深情, 谁想挖墙脚, 还要先掂量掂量, 自己命够不够硬。 我不仅骗了这祖宗的钱, 还将人吃肝抹尽连骨头渣都没剩下。 陪领给我留个全尸, 都算他慈悲, 果然还是不能随便在路边捡男人。 轻则丢心, 重则没命。 我将手里的酒一眼而尽, 顾不得扎墨自己心里的百般滋味, 扔下酒瓶就开始收拾行李。 留在这里, 他迟早会找上门, 当务之急是要赶紧跑路。 我只收拾了几件衣服, 就趁夜逃去了机场。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心情。 我自以为从没爱过 那个喜欢叫我小宁, 笑起来十分傻气的男人。 可不知道为什么, 当知道他是那个 为未婚妻守身五年的 陪氏独子时, 我只觉得自己好像 溺了水一样, 难以呼吸。 看着窗外 渐渐挣扎出地平线的朝阳, 我将那张 没送出去的银行卡 放回口袋里。 算了, 就当继琳已经死了, 那个叫陪琳的人才不是他。 在加拿大磕磕绊绊 读完书找到工作, 已经是五年后的事了。 入职一家外企后, 因为留学生的身份, 我被派往国内工作。 只是这次回去, 不是我一个人。 我牵着女儿的手, 细细嘱咐, 冉冉, 还记得妈妈说的话吗? 遇到姓陪的人要怎么做? 离远点, 冉冉奶生奶气地回答。 为了防止回国后遇到陪琳, 我在加拿大, 就一直对冉冉说, 不要靠近陪家人。 冉冉很听话, 从来不问为什么, 只乖巧硬下。 我笑着揉了揉女儿毛茸茸的脑袋, 夸奖道, 冉冉真棒。 冉冉正得意地晃着小脑袋, 忽然眼神一亮, 惊喜地朝远处挥了挥小手。 白叔叔, 我和妈妈在这儿。 我顺着冉冉的目光望过去, 看见周路白一身驼色风衣, 儒雅温和, 正笑着向我的方向走来。 坐这么长时间飞机, 应该累了吧。 她接过我的行李, 递来一杯咖啡, 住的地方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我带你过去。 虽然她没说, 但我也知道, 她这几天为了我的事, 肯定没少费心。 我接过咖啡,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周总, 房子的是太麻烦你了, 这房子我可不是为了你申请的。 话还没说完, 周路白就打断了我, 他单手抱起冉冉, 眉眼弯弯, 轻腻地蹭了蹭冉冉的额头, 脸上满是宠腻的笑意。 房子呀, 是送给我们冉冉的。 真的吗? 白叔叔。 冉冉拦住周路白的脖子, 兴奋地喊道, 冉冉最喜欢白叔叔了。 手里的咖啡还是温热的, 我低头抿了一口。 刚好是我喜欢的甜度, 我看着雀跃的女儿和纵容她胡闹的男人, 思绪逐渐飘远。 周路白是我在加拿大的学长, 执着追求了我三年, 就算知道我未婚先孕, 也依旧不肯放弃。 有时候我忙不过来, 冉冉放学都是她去接, 连幼儿园老师都以为我和她是夫妻。 朋友劝我, 周路白有盐有钱, 又这么会照顾人, 这样的好男人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应该趁早拿下。 如果是以前, 周路白这样的男人我一定会捏在手里, 让他成为我往上爬的翘板。 可午夜梦回时, 我总是能看到浑身是血的继铃, 蜷缩在地上流泪, 问我为什么骗他。 每一次都是痛苦的凌迟。 我没有办法再好好爱别人了, 周路白这样好的人, 我还是不要去招惹为好。 待我们参观好屋子后, 周路白就十分有绅士风度地提出离开, 让我和冉冉先好好休息。 我把他送门口, 想了想, 主动开口道, 周总, 明天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 有些事, 还是说清楚要好一些。 我约的是下午五点, 临时开会, 却耽误了时间。 匆匆打车过去时, 又恰好赶上高峰期。 堵车严重, 只能下车步行过去。 周路白已经接了冉冉在餐厅等我, 我着急赶路, 不小心与一个路过的女人撞到一起。 对方身形不稳, 眼看就要倒在地上。 我顾不得自己, 连忙伸手去扶, 却不小心崴到自己的脚。 我清晰一口凉气, 眼泪差点飙出眼眶, 但好在对方没有受伤。 我忍着痛, 扶女人站稳, 赶路太急, 撞到您实在不好意思, 您没事吧? 女人看起来惊魂未定, 她白着脸, 轻轻摇了摇头, 温声道, 我没事, 谢谢。 她的话还没说, 自我身后就传来一道冷冽的声音。 念青, 发生什么事了? 身穿黑色西装的男人, 静止路过我。 我下意识仰头去看, 一瞬间便愣在原地, 大脑一片空白, 不知该做何反应。 男人侧脸冷峻, 眉眼深邃, 是我想忘却又忘不掉的那张脸。 我知道与她迟早会重逢, 可我没想到会这么快。 裴领扶着鲜弱的女人, 皱眉轻轻顺着她的背, 一副温柔又妥贴的样子。 完全没注意到我。 她就站在那里, 而我的慌乱, 怯懦就像冰龙的春水一样流向她, 使我溃不成军。 我将颤抖着的手指紧握成拳, 低下头准备转身离开, 却忽然被叫住。 记您, 男人声音平淡, 故人再见, 不打声招呼吗? 我脚步一顿, 僵在原地。 咖啡厅外, 裴领亲自给脸色 还苍白着的女人, 打开车门。 念青, 你先和助理去看婚纱, 我稍后就到。 她, 要结婚了。 我愣了一愣, 猛地抬起眼, 却看见, 裴领单膝跪在地上, 亲自为女人系着鞋带。 男人屈膝跪地的场景, 让我想起从前, 那个老实粘着, 我撒娇的傻子, 也喜欢给我系鞋带。 只是她不比裴领手稳, 总是记得很丑。 鼻子有些发酸, 我低下头, 眼中眼底的湿润。 我有点想记领了。 记您? 嗯。 我连忙整理好表情, 抬起头。 车子已经离开, 也一并带走了裴领面上的温柔。 她又恢复了那副淡漠的模样, 没什么情绪地说。 进去吧, 我们好好谈谈。 我们在落地窗前落座, 裴领叫来, 服务员给我们上了两杯咖啡。 此后, 我们二人就陷入了长久的寂静中。 不知过了多久, 裴领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你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我的眼睫微微一颤, 低声说, 该知道的, 你应该也都已经知道了,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记您? 她忽然站起来, 攥着我的手腕, 怒声道, 把我自己丢在医院里, 没留下只字片语, 就不告而别。 裴领的力气越来越大, 到最后甚至有些颤抖。 这些, 你不该和我解释清楚吗? 我爸和我继母都说我天生没良心, 爷爷奶奶最疼我, 可他们去世时, 我半滴眼泪都没掉。 被骂得多了, 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没良心的人。 我一遍遍这样告诉自己, 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傻子, 损坏自己的利益? 可出了医院后, 我还是去银行把存的所有学费, 都转进了同一张卡里。 钱不够, 我就挨个给自己朋友打电话解。 我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为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傻子, 背上23万的债。 可凑齐的那一刻, 我只庆幸, 那个傻子能活下来了。 我想告诉他, 我没有把他自己丢在医院里, 更没有放弃他。 可他快要结婚了, 我和他的关系本就名不正言不顺, 现在再说这些, 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复杂。 他的未婚妻是无辜的, 不该因为我受到伤害。 不如保持沉默, 不如就让他恨我, 不如以后再也不见。 这样对我们谁都好。 裴总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 轻声道, 我做的所有事你都知道, 事实就是这样。 我骗了你, 然后又抛弃了你, 你想怎么报复我都。 闭嘴。 裴领忽然暴怒, 抬脚狠狠踹了下桌子。 桌角与地板摩擦, 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看着咖啡杯中的一圈圈连衣, 垂眼保持沉默。 你还在骗我? 小宁。 他喊了我的小名, 声音竟带了些微微的哽咽, 你在骗我对不对? 我恍惚中, 以为自己看见了继琳。 吵架时, 继琳也总是这样, 红着眼圈拽着我, 不肯让我走。 可站在我面前的男人姓裴, 是有未婚妻的裴领。 我冷静下来, 站起身, 准备结束这场就要失控的谈话。 裴总, 我还约了人, 失陪了。 静宁, 你生事没有? 妈妈。 裴领的话, 被一道清脆的铜声打断。 我寻声望过去, 看见冉冉正在咖啡厅门口, 向我招手。 她叫你什么? 裴领下河线紧绷, 身沉揉墨的眸子, 像是即将卷起狂风暴雨。 静宁, 这是你和哪个野男人的孩子。 我还没答话, 身穿咖色西装的周露白, 就走了进来。 她温和如雅, 脸上还带着笑。 裴总, 幸会。 不巧, 比人就是您口中的那个野男人。 没看脸色阴郁的裴领, 她牵起我的手, 温声说, 不是和朋友叙旧吗? 怎么这么久? 冉冉和我都等极了。 她想牵着我走, 可我的另一只手还在裴领那里。 她说的是真的吗? 裴领死死地盯着我, 不肯放开我的手, 我要听你说。 我偏过头没有看她, 只轻声说, 是真的, 我和她已经在一起了。 下一秒, 她抓着我的手就陡然松开。 男人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 背影决绝, 只是脚步凌乱, 连一向笔直的脊背, 似乎都弯曲了下来。 晚上, 冉冉睡着后, 我带着周路白去了一家面馆。 堂堂上市公司副总, 和我坐在生锈的铁凳子上熄面, 怎么看都是委屈了人家。 我有些过意不去, 不好意思啊, 今天实在太晚了, 改天我再换个地方重新请吧。 周路白咽下面, 满足地叹了口气, 没关系, 这面味道非常不错, 也算意外之喜了, 你喜欢就好。 我挑着碗里的面条, 油油郁郁, 最终还是闭上嘴。 今天的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周路白对我笑了笑, 眨眨眼道, 因为我也没放在心上。 他的意思是, 他不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事, 而以为我答应了他的追求。 不愧是永远细致绅士的周路白。 他这样的人, 身后不知有多少女生追, 却偏偏非要吊死在我这棵歪脖子树上。 我想了想, 说, 周总, 以后冉冉, 还是我自己来接吧。 咱们, 除了工作上的事, 其他时间还是少联系为好。 周路白放下筷子, 依旧是温雅的模样。 打扰你的正常生活, 我很抱歉, 以后我会注意。 但不瞧, 过几天我还需要来找你, 恰好是工作上的事。 话题被他三言两语挑开, 我的注意力彻底被工作两个字带走。 算得上是行业头部的林家, 要为小女儿举办生日宴会, 大半个圈子里的人都会敷衍。 我刚回国不久, 这是个帮我拓展人脉的绝佳时机。 而周路白的秘书恰好生病, 所以就由我作为他的女伴出席宴会。 我答应得干脆, 却忘了, 裴领的未婚妻就叫林念青。 大厅灯光如晝, 我跟着周路白一边认人一边敬酒。 直至敬到最后, 我举起酒杯, 话却卡在了喉咙里。 男人微低着头看我, 眼眸漆黑, 唇角清澈, 嗓音淡漠。 怎么到我这儿就愣住了? 我裴领是不配喝周总和周总夫人敬的酒吗? 我回过神来, 忙道, 裴总好, 幸会, 我敬您一杯。 裴领漫不经心地举杯, 将酒一眼而尽。 而后, 她望向我身旁的周路白, 微微勾唇, 周总不敬我一杯吗? 看着裴领眼底的暗芒, 我心底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她从身后的餐桌上 拎起一瓶福特加, 挑眉道。 喝红酒多没意思。 我们喝这个, 一人一瓶, 怎么样? 裴领拿的是波兰蒸馏福特加, 酒精浓度高达96%, 几乎接近纯酒精。 正常人几口下去都撑不住, 更不要说空口喝完一整瓶了。 近ICU都算她命大。 裴领不仅自己想死, 还想拉着周路白一起死, 但还好, 周路白是个拎得轻的, 应该不会跟着她一起拿命开玩笑。 我一口气还没输完, 就听周路白淡笑着回。 裴总既然想喝, 那周某就舍命陪君子了。 顾不得想, 周路白今天抽的什么疯, 我连忙开口。 道歉, 裴总, 我们周总今天身体不适, 就不陪您喝了, 有时间再陪您尽兴。 周路白垂眼笑了笑, 乖巧的没再说话。 裴领的脸色, 却在刹那间变得十分阴沉, 她面容紧绷, 吃笑道。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周总如今, 也学会吃软饭了。 这话实在有些难听, 我皱了皱眉, 正想开口, 一道轻柔的女声忽然传来。 阿琳, 不可以对客人无礼, 自楼上下来两个长相相似的女人, 一个身着青绿色旗袍, 一个穿着白色长裙。 这两位我都认识, 穿旗袍的是裴领的未婚妻林念青, 而身着白色长裙的, 正是五年前与我有过一面之圆的林念珠。 怪不得当年她对我敌意这么大, 估计是早就认出裴领的身份了。 林念珠没有认出我, 她哒哒哒跑到裴领身旁, 露出几分娇羞。 裴哥哥, 今天的第一支舞, 你可以陪我跳吗? 和自己姐夫跳开场舞。 我有些意外, 用余光去看林念青的反应, 可她的脸上却依旧带着淡笑, 仿佛没看到妹妹在邀请自己未婚夫跳舞。 抱歉, 脚瓦了不能跳舞。 裴领没看林念珠一眼, 只轻声对林念青说, 伯父刚刚说有事找我, 你不舒服, 随时给我打电话。 待林念青点过头后, 她才转身离开。 身后众人窃语, 羡慕林念青和裴领感情深厚。 我听着大家的议论, 低头抿了一口酒, 眼珠脸上有些僵硬的笑。 裴领走后, 大厅紧绷的气氛终于缓和下了一些。 周路白被一群老总围着寒暄, 我挤不进去, 就端着酒杯四处闲逛。 却不巧, 在花园撞到被几个公子哥堵住敬酒的林念青。 林念青体弱, 想来应是喝不得烈酒, 此时在众人的起哄下有些为难。 我脑子一热, 拿过林念青手里的酒杯, 将她挡在身后。 裴总有事找林小姐, 这杯酒我替她喝了, 各位随意。 几个人一听裴林要来, 立马脸色一变, 酒醒了大半, 话也没说一句, 互相搀扶着跑了。 等人都走远后, 林念青才松了一口气, 对我感激地道。 季小姐, 谢谢你。 不客气, 看着她脸上的笑, 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举手之劳而已。 我和她并肩走着, 有些好奇地问, 你不想喝, 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 她轻轻叹了口气, 商场关系复杂, 如果不小心得罪了哪个, 会连累自家人的。 我有些惊恶她细腻的心思, 忍不住道, 你这样忧思过切, 长久下来会生病的。 林念青柔柔一笑, 只是笑里带了几分苦涩与无奈, 我的身体再差, 也差不到哪去了。 林家大小姐, 打小身体就不好,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只好保持沉默。 走了一段路后, 就要到大厅, 我正准备找借口离开, 却忽然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季小姐, 你怎么了? 如果不是林念青及时抓住我的手, 我可能已经瘫倒在了地上。 热意从难以启齿的地方蔓延开来, 我只得死死地抓着林念青, 咬牙忍着这奇怪的感觉。 只喝了一杯酒而已, 额头怎么会这么烫? 林念青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眼神一灵。 那杯酒有问题。 季小姐, 你别怕, 我在这里, 没有人能伤害到你。 她揽住我的腰, 跌跌撞撞地带我进了一个偏僻的客房。 我被小心地搀扶镜, 已经放满凉水的浴缸中, 凉意让模糊的意识有了一丝清醒。 浴室外, 林念青的声音朦朦胧胧传进来, 去叫家庭医生, 让所有保镖围住客房, 不许任何人进来。 打电话给裴领, 让她立马过来。 还有, 一定要拖住周路白, 谁也不许告诉她记您在这里。 为什么要拖住周路白? 为什么要让裴领过来? 我混沌的脑子来不及思考太多, 下一秒就完全陷入了黑暗里。 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到有人在试图 往我嘴里塞什么东西。 有些苦, 好苦, 我皱眉, 咬紧牙关, 不让义乌进来。 裴总, 季小姐味不尽药, 男人成澈的声音传来, 把药给我, 你出去。 随着门啰嗦的声音响起, 有人捏住我的下巴, 强迫我把嘴张开。 苦涩的液体流进喉咙, 我被呛出眼泪, 模模糊糊的水雾勾勒出男人自碎的眉眼。 枪到了吗? 我唇边的水渍被轻轻擦掉, 带着脖茧的手指划过肌肤, 站立感在一瞬间将我带回五年前的出租屋。 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下, 我勾住面前人的脖子, 哽咽着喊他继琳。 小明不哭, 我在这儿。 他叹了口气, 替我擦掉眼泪。 语气温柔地不像话, 继琳一直在。 积压了五年的思念, 随着泪水在这一刻决堤, 李志也即刻崩塌, 我捧住面前人的脸, 仰头吻上去。 此晚掉在地上四分五裂, 可没人来得及顾忌他。 我被裴领从浴缸里抱出来 放到洗漱台上, 他紧紧地扣着我的后脑勺, 好像要将我吞吃入腹。 周深的血液涌到头顶, 就连神经末梢也在叫嚣着狂舞。 我紧掐着他的肩膀, 热情地回应着他, 向他索取这五年来去世的所有吻。 在思念的着考下, 这一夜格外疯狂。 第二天我醒来时, 整个人还是猛的。 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四周都静悄悄的。 我想出门看看, 谁知刚迈开腿, 膝盖就一软, 让我直接跪在了地上, 疼得我呲牙咧嘴。 门在此刻打开, 裴领和林念青一起走了进来。 昨晚发生的事, 瞬间全部涌进了脑海, 让我手脚冰凉, 呼吸困难, 几乎不敢抬眼看林念青。 小宁, 你怎么跪在地上? 裴领伸手来扶我, 肌肤相贴, 让我狠狠一颤。 而林念青停留在我身上的目光, 更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我咬着下唇, 躲开了裴领的手。 阿领, 你先去傍晚手里的要紧事, 我和季小姐聊聊。 裴领犹豫了一下, 还是转身离开了房间。 屋子又重新落入寂静。 意料的摩擦声响起, 我眼前出现一张温和戴笑的脸。 林念青朝我伸出手, 嗓音依旧温柔。 小宁, 我扶你去床上, 躺着好不好? 我愣愣地看着她, 着了膜一般, 将自己的手放在了她的掌心中。 林念青把我扶到床上, 为我盖上一张宝毯, 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 你要不要睡一会? 她给我掖了掖毯子, 眉眼弯弯, 整个人柔和得要命。 我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 只得轻轻点了点头。 窗外阳光绚烂, 嘈杂的人声朦朦胧胧传进来, 把屋子里衬托得更加静谧。 林念青坐在阳台上翻看着一本书, 她长而翘得睫毛微垂, 眼角还带着微不可查的笑。 淡青色的旗袍真的很适合她, 将她显得格外温柔, 就像三月里盛开的一株春蓝。 不得不承认, 她和裴领格外般配。 季小姐有什么事想问我吗? 林念青忽然偏过头来, 对我微微一笑, 你已经盯着我看很长时间了。 我愣了愣, 连忙道, 道歉, 打扰到你了。 季小姐就不想问问我和阿领的事吗? 她垂目翻了一页书, 声音轻柔, 你们之间似乎有很深的误会。 我愕然抬眼, 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和裴领之间有误会, 明明她才是最大受益人。 林念青和尚书站起身坐到了我身边, 她沉默地看着窗外郁郁葱葱的薔薇, 片刻后轻轻开口。 薔薇是我最喜欢的花, 有人说过, 希望我能像薔薇花一样, 就算没有足够的阳光和肥沃的土壤, 也能茁壮成长。 那个人是, 裴岸, 林念青偏头望向我, 眼眶微红, 阿领的哥哥。 我抿了抿唇, 半晌没说出来话, 因为裴领的大哥裴岸, 在17岁那年就去世了, 而且是被恶意杀害。 当年那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案子, 震惊了全国。 17岁少年的尸体破碎不堪, 警方找遍全市的下水道, 才将其勘勘拼起。 那年我们刚毕业, 他向我告白了。 那天我真的好开心, 我们牵着手回家, 聊了很多未来的事, 我觉得我们一定能白头到了。 可偏偏, 我们遇到几个喝多的小混混, 裴岸把我关进一个电话亭里, 死死堵着门。 林念青脸色苍白, 整个人都在不停地颤抖。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只好紧紧握住他冰凉的手。 季小姐, 我能看出来, 阿林很喜欢你。 林念青反握住我的手, 轻声说, 命运无常, 重要的人应该拼尽全力留住, 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窗外蔷薇的影子, 深深浅浅地映在玻璃窗上, 我耳边忽然想起五年前那个傻子的声音。 阿林和小宁要相爱很多个一百年, 她说要爱我一百年, 还和我约定了下一个百年。 她那样热烈地爱过我, 我不该打着为她好的名义去伤害她第二次。 我忍住眼泪, 低声问, 她现在在哪? 我想见她。 她说想和你重新开始。 林念青微微一笑, 现在在陪家请求解除婚约, 林家和陪家事事交。 林念青作为林市长女, 从小就和陪家继承人定下娃娃亲。 陪暗死后, 陪是继承人的位置和哥哥的婚约 一起落到了陪领的肩膀上。 因为是哥哥的心上人, 所以她细心照料, 从不敢不进半分。 她活了二十多年, 从不知道心动是什么感觉。 陪领想, 就和林念青结婚, 相敬如宾的过一辈子也很好。 直到有次, 她被对家谋杀, 出意外失去了记忆。 从黑暗中醒来时, 先看到的却是一双 狡黠灵动的眼睛。 眼睛的主人, 那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告诉她, 她叫继领, 无父无母。 而这个叫继宁的女孩, 是她的妻子。 没有记忆的陪领, 很轻易地就接受了这个身份设定。 和纪宁在一起的日子, 很快乐。 她们拥抱, 接吻, 在凌晨三点的大街上, 像小孩子一样打闹。 纪宁用别样的方式, 为她灰白的灵魂, 涂上一层绚丽的色彩。 她不知道什么示爱, 只知道, 她想和怀里酣睡的女孩, 一辈子不分开。 所以她拼了命地赚钱, 想给她好看的衣服穿, 给她大房子住。 终于攒了一点点钱后, 她想给她买一个戒指。 圆环一样的钻戒, 套在手指上, 应该就能让她永远留在身边吧。 可是, 意外突生。 她出了车祸, 医药费昂贵无比, 而她丢下昏迷不醒的自己, 远渡重阳, 飞去了国外。 这次的意外, 让她恢复了记忆。 最先找到她的林念珠说, 那个叫纪宁的女人, 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骗子。 这些年来的相处, 原来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吗? 裴领气过, 恨过, 甚至为她流过泪, 可所有的情绪消失后 所披露出的 还是刻骨铭心的爱。 纪宁骗她, 她心甘情愿。 纪宁要钱, 她恰好有钱。 如果纪宁涂她的脸, 幸好她长得也不算差。 只要她不再丢下它走掉, 无论要什么, 她都可以给。 婚约已经解除, 裴领将车停在珠宝店门前。 她要买一枚新的戒指, 问问那个女孩, 愿不愿意和她重新开始。 大街上传来汽车的嗡鸣声, 震耳欲聋。 裴领抬眼望过去, 看见一辆粉色的跑车, 四里闲的剑一般朝自己冲过来。 粉色跑车和白色阿斯顿马丁撞在一起, 火焰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冲上天空。 我亲眼看着火光把裴领的车吞噬, 悲痛与绝望在瞬间将我淹没。 裴领, 我想喊, 张嘴却是阴雅的气声。 我跌跌撞撞冲上去, 跪在冲天的火焰旁, 徒手扒开汽车残骸。 裴领, 你别死, 我还没和你解释清楚, 你别死。 我疯狂捶打着, 已经看不出原貌的车门, 失声痛哭。 裴领, 求你, 别丢下我和女儿, 为什么一定是我来承受这些? 年少丧母, 大学时被赶出家门, 打工累到躺进医院, 没钱时, 一天吃三顿馒头。 好不容易有个爱我的人, 好不容易有个我爱的人, 为什么要我亲眼目睹她的死亡?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 眼泪一滴滴砸在焦黑的土地上, 我的双手早已血肉模糊, 可我感觉不到疼, 依旧朝最深处挖去。 求求你, 裴领, 求求你。 女士, 这里危险, 请你立刻离开。 警察和消防员都纷纷来劝我离开。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救救她, 我像个无助的孩子, 哭着拽住一旁警察的衣角哀求。 您放心,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 就在这时, 粉色跑车已经变形的车门 忽然砰的一声掉在地上, 浑身是血的林念珠 自车厢里艰难地露出半个身子。 她看见我, 又疯癫地笑起来。 她死了, 裴领被我撞死了。 我得不到的人, 你们谁也别想得到。 脑中嗡鸣声一片, 我好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只睁开警察的手, 愣愣地朝燃的正欢的大火中快步走去。 围观群众看到这一幕都发出惊叫声。 忽然, 我身后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 小宁。 我猛地扭回头, 看见裴领完好无损地站在街对面, 手里还牵着冉染。 眼泪夺眶而出, 我疯了一样朝她跑过去, 裴领迎上来, 毫不犹豫地抱住我。 我说不出来话, 只拽着她的衣袖哭。 裴领把我抱在怀里, 低声安慰。 别怕, 别怕, 我没事。 我在路上看到冉染就下了车, 没在车里。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闭上眼, 抱紧她。 幸好, 她没事。 林念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 被警方带走调查。 警局里, 林念青红着眼, 向我和裴领拘了一躬。 念珠犯下这么大的错, 是我这个姐姐管教无方, 对不起。 这怎么能怪你, 我把她扶起来, 中没道, 她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 犯了错关你什么事。 裴领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没让我再继续说下去。 念青, 你和我助理先回去吧, 事情我来解决。 裴领把冉染交给我, 低声道, 你和冉染也先回家好不好, 我处理完事情就过去。 我知道裴领是怕吓到冉染, 于是也没推脱, 带着冉染回了家。 回去的路上, 冉染忽然开口, 妈妈, 可以让裴叔叔当我爸爸吗? 我有些意外, 这小丫头一向想让周露白做爸爸, 怎么忽然又喜欢自己亲爹了? 冉染顶着我询问的目光, 哪声哪气地开了口, 裴叔叔说如果选他当爸爸, 他就给我买一屋子的羊娃娃, 我们还拉勾了。 我有些好笑, 这么快就忘了白叔叔了。 冉染理直气壮, 白叔叔没有裴叔叔有钱, 只要有钱, 才能让我和妈妈过得更好呀。 好家伙, 有钱就是爹。 摸了摸小姑娘毛茸茸的脑袋, 我想了想, 低声解释道, 冉染, 其实裴叔叔就是爸爸。 冉染瞪大了眼, 妈妈, 你不是说爸爸已经死了吗? 他怎么又活了? 我耿住, 半嗓才找回来声音。 不是, 其实爸爸没有死, 爸爸是隐姓埋名, 给冉染挣钱去了。 小姑娘正是好骗的时候, 冉染心性眼, 一脸崇拜, 爸爸好厉害, 赚了这么多钱。 是啊, 爸爸这么厉害。 那冉染以后, 可不能惹爸爸生气哦。 冉染点点头, 眉眼弯弯, 爸爸赚了好多钱, 冉染最喜欢爸爸了。 我自问没有给女儿灌输金钱至上的思想, 更没有在物质方面亏待过她, 怎么这小丫头这么喜欢钱? 不过也好, 省得以后, 她带回来一个黄毛, 气死我和裴领。 直到半夜, 裴领才回来。 我在厨房给她煮面, 她在身后抱着我, 一副全身心依赖的样子。 鸡蛋面的香味悠悠飘荡开来, 料理台微黄的灯光撒在地面上, 将这个夜晚称得无比温馨。 裴领把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轻轻叹了一口气。 好舒服, 想一辈子抱着你。 我轻轻笑了笑, 你怎么和小孩子一样? 暧昧的氛围, 点燃两颗躁动的心, 灯光下的两个身影越来越近。 就在我和她的唇即将碰在一起时, 屋子里忽然响起一道迷迷糊糊的声音。 妈妈, 是爸爸回来了吗? 我猛地睁开眼, 用力推开裴领, 看也没看痛的呲牙咧嘴的男人一眼, 我连忙抱起女儿。 是啊, 爸爸回来了, 冉冉是来接爸爸的吗? 冉冉揉揉眼睛, 朝裴领伸出手, 软糊糊地撒娇。 爸爸, 抱。 男人小心翼翼地接过小姑娘, 叹道, 冉冉爸爸走得早, 你们该吃了很多苦吧? 怎么还有人咒自己呢? 我没忍住, 低头笑了。 你笑什么? 笑你啥?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到国外读书, 整天上课打工都要累死了, 哪来的时间找别人? 裴领愣住, 一脸不可置信。 所以, 冉冉是我女儿? 我挑了挑眉, 不喜欢啊。 喜欢? 我可太喜欢了。 他妈撒着冉冉的眉眼, 眼底忽然涌出泪水。 这是怎么了? 我吓了一跳, 连忙把冉冉接过来, 给他擦掉眼泪。 裴领摇摇头, 把我拉进了怀里。 你生女儿的时候肯定很疼, 我好自责, 没有陪在你身边。 没事。 我抱紧他, 心底软成一片, 一点都不疼的。 我的女儿是除母亲外, 第一个和我血脉相连的家人, 所以喜悦是远远大于疼痛的。 不会再这样了, 裴领在我额头落下一个吻, 低声说,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着你。 空虚了几十年的内心深处, 像是被什么东西忽然塞满, 我靠在他怀里, 轻轻点了点头。 好, 我信你。 第二年三月, 林念珠的案子了结。 先被紧急带走的, 却是林念青, 因为林念珠从十二岁时 就给自己亲姐姐投毒, 已经持续十几年。 更让人震惊的是, 林念青是知情的。 这个温和幽静, 四山间缠缠溪流般的女人, 望着歇斯街底的妹妹, 自言自语道, 不怪她, 她只是太委屈了。 林念青是林家长女, 又是早产, 身体孱弱, 在家中受尽宠爱。 父母怕她将来得什么大病, 决定再生一个孩子, 给自己心爱的女儿做保障。 林念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生的, 只有期盼, 没有爱。 她从小就被教导, 姐姐身体不好, 要让着姐姐。 林念珠想, 姐姐对她好, 她让着点姐姐也没什么。 可后来裴岸惨死, 裴领两家婚约, 对转点的裴领。 那个在十岁时, 姐姐生病她被罚贵, 唯一一个肯替她出头的少年。 她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爱, 没有依靠, 什么都没有。 可她的姐姐, 只要坐在那, 就可以拥有她所渴望的一切。 凭什么? 林念珠哭哭笑笑, 壮若风魔。 你到底凭什么? 林念青, 我恨你, 我恨死你了。 林念青摇摇欲坠, 气不成声, 只连声说对不起。 林家两个女儿的故事, 让人唏嘘。 我和裴领结婚时, 林念珠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而林念青也被送进了疗养院接受治疗。 我们的婚礼在巴黎岛举行, 仪式很简单。 裴领还特地请了周露白, 我以为周露白会拒绝, 可他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 周露白是以新娘家属的身份来的。 裴领说, 周露白想以我哥哥的身份挽着我进场。 我本不想同意, 毕竟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 可周露白却执意如此, 把我的手交给裴领时, 周露白笑得依旧温和儒雅。 祝你们幸福美满, 白头偕老。 身世如周露白, 他才不会说类似于不要给他机会的话。 在他那里, 每个女孩都是独立的个体, 而不是被抢夺的物品。 这样好的人, 一定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所以, 在一事结束时, 我牵着裴领的手, 把捧花送给了周露白。 沾沾喜气, 裴领笑道, 希望周总也能尽快找到归宿。 周露白接过捧花, 笑中带着释怀。 谢谢裴总的好意, 花我收下了。 祝你们幸福。 送走周露白, 裴领陪我在海边散步。 小宁, 看那边。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 眼前却忽然冒出一个吊坠。 吊坠四四方方, 中间有条裂缝, 可以分为两半, 做工精致。 这是什么? 我问他。 裴领把吊坠分开, 笑道, 不认识了吗? 这是害我们分开的罪魁祸首。 我仔细翻看着吊坠上稀小的字, 才猛然发现, 这个吊坠和五年前我没送出去的银行卡一模一样。 这是那个银行卡。 裴领点点头, 替我戴上项链, 轻声说, 就让他当作一个警示, 以后有误会, 千万要说开, 不可以轻易放弃, 更不能一声不吭就离开。 好, 谁都不要再离开。 我点起脚, 在他唇边落下一吻, 我们要相爱一百年。 济宁和裴领, 要相爱很多个一百年。